1LDK 首先1LDK是什么意思呢? L就是Lady D就是Dye K就是Kitchen 即是地狱厨神美女厨房 说事而已,回到整体 今天我是Emily 我是Emily 今集的主题就是说投资物业 究竟有什么物业值得投资? 而投资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呢? 今集会加以讨论和分享 很多投资者会选择小的物业来做投资 例如1K或者1R之类 在这里就顺便解释了什么是1R、1K 以及1LDK 究竟什么是LDK呢? L就是Living D就是单营 K呢? 名正确实就是Kitchen 数字就是1LDK 2LDK 前面1和2的数字就是指房的数目 1就是一间房 2就是两间房 接着也有1R和1K 究竟有什么分别呢? 在于客厅和厨房中间有一对门隔着 1R就是1楼 即是一打开门就一眼看完所有东西 全部吃饭、煮饭、客厅 全部都是同一个空间 1K的话 即是说一进去之后 基本上只会看到你的厨房、厕所和鞋柜 然后再有一对门隔着 你开门之后才会看到自己客厅的分别 一般投资者 就多数会投资一些比较廉价 便宜一点的物业 投资起来 一开始 如果物业的价格不会那么高 首先我们比较容易上手 之余 就算你真的买几个廉价物业也好 有一个突然间的租客走了也好 那你还有其他的物业绕着你的收入 那投资物业大部分都是有住客租的 那顾名思义是怎样的? 那我们就是进不了去拍 那我们今天呢 就刚刚被我们默识到 有一间投资物业是租客退了房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看 究竟投资物业是怎样的价格了 好了 那今天我们就会去谷丁六丁木这个地方 参观一个1K的单位 那就看看现在的投资物业多数是怎样的 GoGoGo 好 那进来呢 其实都一眼看完的 那立刻就是有鞋櫃在这里 那一个人来说 这个鞋櫃都算OK带的 把握到一双鞋子 那走过几步 啊 没几步 一步 那就是做了这个厨房 那这个厨房呢 就小小的啦 那有个珠石櫥啦 那有个小窗窗 那这个呢 就是给你放的碗碟的 那这边呢 那这边呢 是放不到东西的 那因为这里有一个水管 那这边就是给你放一些刀的 那这边呢 那这边呢 就是放冰箱的 那这个位呢 就很明显是放那些 酒店那种冰箱呢 一格的那些正方人那些 那这边呢 那跟着厨房对面呢 那就是浴室了 那这也说了 不大或小 一个人住来说都OK的 那这边都给你 Put一些 被你放七百谷 不过这裏 有个地方就茬的 那这个 应该我想一格 放了一支 不销 无法ливо吹湘水 洗空间 帮方行 horser 那ELC 就是一个洗面台 没有组成那种 一人住 一人就 everything 镜后sei陁 不能放東西 不像那些1LDK 那邊打開很多沙漏空間 那些沙漏空間全部放在外面 那這個就是放在牙刷那些 那沙漏空間呢 就是下面這個位置 但是也是能放很多東西 因為這裡也是有水盆頂住 那這個呢 這個水盒又不能放慢 沒有用過這個 欸 有啊 哇 這個也不錯 然後就會1K特尼有這個沙漏空間 好了 那洗面台呢 對面就是洗面台 那這個單位呢 1K特尼是洗面台 也是用洗面台的 但是這個洗面台 只是一個普通的洗面台 它是沒有一些多功能 那這裡上面呢 有一個櫃給你 可以放到 瓷子啊 可以放在這裡 好了 這裡有好櫃 原來不是啊 這個是放洗衣機的 我常常在想 為什麼這麼多日本的屋子 洗衣機都會放在櫃裡面 其中一個原因應該就是 因為這間屋已經小了 洗衣機你動的時候會很大聲的 那如果你安裝一個門在這裡的話 那你不可以關閉那一對門 那就讓它不用那麼吵了 那時候會不會 安靜到完全不洗衣服 那些衣服 那些衣服都厚厚厚厚厚厚 那些衣服才會發 不會吧 我想你穿一下穿到衣服不夠穿 你就會發現了 剛才提及過 1K會有一雙門 隔著 這就是那雙門 那這雙門 那這雙門外出的是 雜訊房 和客廳一新的東西 來廣街 由這邊是1K的關係 其實基本上 一眼就看了 讓廣街裡面有一個位置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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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衣服和自己的東西 然後這邊 有那些人家門鐘才會應援的東西 那些 那些 羅方向 有騎樓仔的 這雙門外出的大小 就是1956平方米 那即是說 513呎左右 那價錢方面 就是1,150萬日 那港幣 83萬左右 那投資就有很多種 那相信大家如果要投資有興趣 可以不妨回一集 來做個對比 這集也有介紹了兩個物業 這兩個物業都是1屋 提供的 所以價錢可能就會 因為這個房型 比較便宜 大家也可以用來做個對比 這兩集介紹的房間 有什麼分別呢 最大的特點就是 一集 即是今集就是1K 那集就是2個1屋 他們的貫用空間 即客廳的部分 就跟廚房是有一對門隔著的 還有最加密就是 肉刺分離這個特點 那講到投資物業 投資物業就是不是自己住的 那有很多香港人 突然會說 其實我們都不太喜歡這個 肉刺分離 一起在不同地方 因為我自己都在香港 和以前住的屋 都是廁所和肉室 都在一起的 但現在 不要忘記就是 一落來投資 是租給日本人 如果租給日本人 我們就要拿回日本的口味 所以 日本人 比我不止代業 我就會覺得 他們比較喜歡 肉刺分離的房間 所以在簡訊的時候 都要注意 那個地區 那些租客的氣號 比較好 好了 讓大家看看我現在就在騎樓 讓大家看看租邊環境 剛剛說過 這裡是谷丁六丁木 是一個商業區 這裡租邊環境都方便 這裡對面 就已經有間7 走多幾步 就會有超市 還有油谷 然後下面 就會有一間 水果檔 還有一間拉麵店 這裡可能唯一的不好處 就是對著大馬路 可能就會比較吵 可能在這裡住的話 就要長期關著窗 好了 回到來了 不知道大家覺得 剛才這個投資物業 感覺如何呢 基本上 投資物業是有人住的 但剛好 我們今次 就默色到一個 退租了的投資物業 所以才剛巧看得到裡面 那究竟投資的時候 是有租客住好 還是沒有租客住好呢 其實我個人覺得 就是有租客好一點的 首先那個原因就是 你買回來之後 已經可以即時收租 第二就是 如果假時間 那間屋真的沒有人住的話 可能地產商會跟你說 買回來之後 你可以真的 招租 招租完之後 就可以有收入了 但其實那條數 就不是真的這麼簡單 可能你招租的時候 你打那些招租費用 那裡都是少錢 那個人經驗 如果你真的找租客的話 大約都要回 兩至三個月的 屋租的份量 就是找那個租客回來 那重要是 你真的順利 立刻找得到才是 如果你不是立刻找得到 可能你家屋丟空了 我當三個月 那之後你再招租的時候 用多兩個月的話 那裡你突然沒有了 五個月的收入 那你最不要忘記 你那棟樓買回來之後 有些管理費 或者叫做大廈維修維持費 固定私生稅 這些都是 就是房屋稅 都是錢來的 所以基本上 我個人經驗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 一心想著投資 那你買個屋回來 裡面有年租約 那就完美 最理想了 那有些朋友可能會覺得 我難得買一家屋回來 那如果投資物業是有人住 那如果沒有人住 我覺得都可以考慮 現在先不說疫情 那特價時間沒有疫情的話 就說我走過來日本 度假兩三個月之後 才拿去招租 那可能就是 我覺得那個位置 就會差很多 剛才我說明這幾個點之餘 再加上就是 最好就是你想清楚自己的方向 究竟是你想買來自己住 還是用來投資 那如果是投資的話 那這間屋 只不過是一個投資的工具 所以你基本上 都不需要特別去 在乎那個區裡面 有沒有自己喜歡的店舖 或者自己喜歡的什麼 喜歡的什麼 就不需要理會了 反而就是 我覺得著重 放回那個集中力 是在那個地理環境 不夠方便 或者那一區的便利性 是OK 那我覺得 反而這些位置 會比較著重一點 好一點 那找房子的時候 地產商多數都會 給我們一個回報率 但其實回報率 亦都分兩種 一種就是 表面的回報率 另一種就是 真神實際的回報率 兩種有什麼分別呢 首先我輕輕捏過 怎樣計算這個表面的 這間屋 首先它的租金是多少錢 然後再乘12 因為一年有12個月 然後再除你買回來的價格 那就是 表面的回報率 那實際的回報率 跟它有什麼分別呢 那這次就是 要再加一點點 就是加些什麼 每個月我們都要付的費用 就例如說 是這間大廈的管理費 還有這間大廈的維收費 諸如此類 那再簡單一點來說 就是說 收回來的月租裡面 雖然呢 減了每個月都要付的管理費 還有收善金 然後乘12 再除你買回來的價格 那這個就是實際的回報率 對了 拿回剛才那棟樓來做例子 那棟樓的租金收益 每個月就為6萬日圓 那就是如果乘12 即是一年的收入的話 那就有72萬那麼多 然後再除它那個買賣價格 即1150萬日圓的話 那就得出這個數 那就是說 表面的回報率 就有6.2%左右 那當我們計算到要實際回報率的時候 那我們這個時候 在算息上面 要加多一點 那就是管理費 還有收善積立金 即是大廈維收費 好了那來囉 租金6萬日圓 減去每個月的管理費 還有每個月的維收費 然後乘12 就是一年的淨收益 接著在淨收益 扣上固定資產稅 當你買房子的時候 問房仲就會給你了 然後隨意購買價格 1150萬日圓 再乘100% 就會得出5.3這個數字 所以它的實際回報率 就是5.3%了 地產公司告訴你 的回報率 通常都只是表面回報率 還沒扣掉任何的成本 所以要計清楚 就萬謀一實了 好了 來到選房子的時候 可能某些觀眾 心裡會有些心理潔癖 覺得買一棟房子回來 可能買一棟新的會比較好 感覺上舒服一點 但其實我覺得是不一定的 首先 舊的房子 我自己也會有推介 因為 它的回報率 往往計算出來 是比新的房子的回報率高 而且新的房子就會比較貴 舊的房子比較便宜 隨著購買價格大了 而令到它的回報 脫下來 就低了 個案是不少的 好像 拿這個房子來為例 這個房子的售賣價格 是700萬日圓 每個月的租金利潤 就是43,100日圓 加上管理費和收線金 這裏得出的回報率 就有6% 然後到這個房子 這個房子的市價 就市值1,500萬日圓 然後它的租金收益 每個月就會有7萬日圓 再加上管理費和收線費 最後得出來的回報率 就只有4.7% 差很多 雖然買賣價格相差了一倍 但是 他們租出去的租金 都沒有一倍 的時候 就顯得回報率低了很多 4.7% 那就好計些 5%好不好 5%的話 我們乘20才回到100 即是我們買等樓回來 要收回20年租 才回到本 不過話說最近 有個朋友買了一個內良物業 物業是一個互建 互建和Mansion的計法 又有些不同 是計少了一些東西 首先互建 就不會有管理費 亦都不會有收線值能 即是大廈維持費用 所以它的回報率就相對更加高 話說有15% 即是大約收租7年左右 有用金就回來了 在這裡 也想帶出多一個買舊樓的好處 話說 政府就會每一年 對著你的資產 作出一個平價金額 在這個平價金額上面 乘1.4% 就等於固定資産稅 即是俗稱房屋稅 這個股算金額 就會隨著你的樓齡的增長 而去慢慢慢慢貶值 顧名思義貶值的時候 就會同時影響到房屋稅 變得更加低 固定資産稅 都是其中一項支出 如果這項支出 比起新樓低的時候 你的實際回報率 就會相對地高一點 好了 我就說到這裡 我也不是將新樓 踩到爛泥都不如 有時候有些情況 舊樓都未必是回報率好的 例如是這一棟樓 他的收錢金要一萬多元一個月 計算出來的匯報率 可能就不會那麼高 所以我在這裡想帶出一個信息 就是不一定舊樓 就一定是好東西 作為投資者 作為一個名字的消費者 我們必須要帶著一個謹慎一點的性格 以及一個清晰一點的頭腦 或者計算好一條數 知道整個生年是怎樣搞的時候 才好付錢去買 總括來說 我就不是說 投資舊樓一定會比新樓好的 其實最後自己也要小心一點 例如說 每一個月支出的管理費 或收錢金會不會特別貴 只要計算清楚回報率 那條數真的適合自己 才去決定買賣 然後今集解釋到 舊樓比新樓的回報率比較高 這只是一個趨勢而已 選舊樓的時候 個人認為就不要選太舊的樓 大約約20至30年左右的樓 我覺得應該是最適合的 今集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說到這裡 下次見 拜拜